蓝色衣服戴着斗笠的男子在田里忙着 要清除比人还要高的杂草 齐力蹲下反复动作要出草 累了就坐在一旁休息 突然男子身体不舒服 后仰一倒贪婪在田里 被人发现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送医后人宣告不知 事发地点在彰化河美镇 在田里昏到了男一男子 是好修理的里长陈信义 去年他发现里内一家三兄弟 因为生活贫困饿得只剩皮包骨 帮助他们得到救助 当时一样穿着蓝色衣服的陈信里长 带着民意代表和慈善团体 穿越大街小巷走进三兄弟的家 帮贫困身体不好的三兄弟发声 让各界物资源源不绝 涌进三兄弟住处 热心礼物的精神让李明很放心 连续担任六届的里长 如今陈信里长亲切助人模样 已经看不见 消息传遍里内 李明都非常上心 也很不舍 六十五岁的陈信里长 中午十二点多 丞相亲友说要去田里整地 最后被入人发现 倒在田里 警方怀疑陈信里长 可能是天气太热热衰竭 或是心肌梗塞促逝 急救了大概将近一个小时 依然没有自发性的呼吸心跳 联络到家属之后 家属决定放弃急救 陈信里长 详细死因 还要等待法医 向业厘清 至于里长一职 县府民政处则表示 将依法办理补选 华新闻林医学长 终于是终一 掌号报道